我覺得這個事情事實上已經非常的明確 這個陳焦華 實力的主席 陳焦華委員他事實上提出很明確的錄音檔 然後我看到一位 另外一位陳近平先生 他也說他是在場的人 他也確認那個是裴委裴社長的聲音 那政府 蔡英文總統應該出來說句話 蔡總統不說話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他是因為想要忍處理 還是因為他是默認 沒有辦法否認 只好這個樣子 這個靜電視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說的 國民黨說的 這是總統級的醜聞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的 確定的這個事情 那總統不敢說話 行政院長不敢出來否認 那也不敢或者是 陳立委 陳委員也說就是說 不然就是可以拿去鑑定什麼的 民進黨什麼都不敢做 證明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 委員怎麼看下一步 要演出是 有人說是因為美方的關係 的確 的確是因為美方的關係 因為我剛剛去美國訪問回來 不管 美國的行政部門或是這個 國會方面 都有普遍的聲音認為 2027年的時候 台海會面臨非常緊張的局勢 甚至可能會有烽火產生 所以 美國這邊應該也是希望說 台灣這邊可以增強自己 保衛自己的人力 包括在 就是EU方面 還有後備的這個 後備軍力的方面都要加強 所以我相信這個 美國在這一方面一定有傳遞給 我們的這個高層相關的這個訊息 不過我個人來講也覺得 EU的延長 就是 因為現在的執政黨 他既然已經 沒有人力訴求和平 那當然 保衛保家衛國也是我們 每一個國民的這個責任 所以 EU的延長事實上我也是支持的 應該是 我們聽的是 意思已經是很清楚了 當然沒有人說什麼事情一定會發生 就是說 比較關鍵的年份應該是在 2027年應該是比較危險的那個時候 對就是說 我們也都知道現在台海局勢 事實上是全世界各個國家都關心的 我們自己生活在這裡可能沒有感受到 但是世界各國國際上都普遍認為 台海現在的確是一個火藥庫 是一個非常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這是國際上普遍的認知喔 那 美國這邊當然也會傳達這樣的 美方這邊戰狼也會傳達這樣的憂慮 然後 事實上他們也一直主張說 就是這邊 我相信我們的高層也聽到了 也有得到這樣的訊息 就是說我們要 後背的部分 我們這個自己保衛自己的部分 一定要加強 我想這個也是 總統府這邊 要這個延長EUE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不管有沒有這個原因 本來我們就應該自己保家衛國 這個本來也是基本責任 只是我們要回去檢討就是說 民黨執政到今天 2016到現在 2016、2020 蔡總統獲得這麼高的選票 但是卻沒有辦法 把國家帶往和平的方向 這個事實上讓我們非常遺憾的 走到今天讓台海變成是全世界一個火藥庫 我們非常的遺憾 首先喔 這個如果蘇院長就是否認的話 就是在國會電堂公然的說謊 這樣是不可原諒 那第二個 如果院長或是總統府 行政院或是總統府 覺得這個爆料不是真的 或說甚至認為那個錄音是偽造的 如果說府院高層這樣認為 那應該強烈的站出來 我們送給國家相關的公正單位去做鑑定 這個有人說這個很真 然後旁邊還有證人 有錄音還有證人 這個證據力非常的強 那國家面臨這樣的國家高層 不管總統府或是行政院 蘇院長或是蔡總統 面臨這樣的指控 應該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試圖好像就是要 忍處理 我感覺現在他們的狀態就是要忍處理 前因後果 我聽那個整個的錄音帶的這個過程 前因後果說得那麼清楚 然後這個過程也是 也是如這樣的這個 如同這個錄音帶的這樣過程在演變 那NCC主委呢 NCC主委應該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你就完全失去了一個 獨立機關的這種中立性 難道你不應該負你的政治責任嗎 事實上我們從這件事情事實上已經有看出來 整個 當初說黨政軍要推出媒體 現在完全民進黨 執政黨就是首要牢牢的握住媒體 不但就是 逆我者昌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就是如果今天不聽話的 可能就會像中天一樣被關台 那接著可能就像TVBS一樣被威脅要移平 那如果聽話的那就是給你一個頻道 讓你幫忙宣揚政績 那已經走到了 連下面的人包括裴社長都已經 這樣肆無忌憚的公開就講說 烈士 他們連行政院都不放在眼裡 他們說這就是總統府的意思 他都已經這樣的囂張的這樣說 那都已經有國會議員公開的這樣指責了 行政院不用出來說話嗎 總統府不用出來講話嗎 不要默不作聲 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總統府的默不作聲 蔡英文的不講話或是 選擇冷處理 這個事情就會過去 這件事情會深深的烙印在 每一個國民的心裡面 不講話 不出來澄清 不出來做公正的這個 讓公正單位去論斷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表示是真的 我現在就非常相信這件事情是真的 你怎麼來看 而且現在才9個月前 周一寇在中二節目的內容 故事來做開發 那就是他現在只是來做評企 中二的節目 以周一寇小姐齁 歷這麼久以來在這個 因為我也常常都會看 各台的這個爭論節目啦 以他歷連來要這麼 從去年嘛前年 一陣子以來 尤其在很多選舉期間 已經化身為民進黨 這個的競選總部 民進黨從政人員的競選總部來講 他所犯的錯應該 所以他所造成的不公正性 應該遠遠超過當初 中天被處罰 就是被認為是韓國瑜的 幫他做什麼事情的這種 這種他所應該負擔的責任 所應該接受的處罰 應該遠遠超過當初中天 電視台所受的處罰 那NCC只是 避重就輕的 輕輕的 就是重重的拿起 但是輕輕的放下 只有大概議事罰了一個40萬 那我們都看到 這只是NCC不停的在摧毀 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 就是表示NCC根本就不是一個獨立器官 很明顯 以周一寇的個性不應該這麼鬧啊 是不是 他應該站出來 他不是一向標榜自己很嗆辣嗎 那我想請問周一寇小姐 今天你到底受了什麼大的壓力 這是哪一個 你說你是公正的媒體人嗎 你也不怕任何的壓力 你會主持 你會站出來聲張正義嗎 那今天如果是你 受了什麼大的壓力 是被民進黨 我想國民黨沒有這個能力給你這樣的壓力 你被民進黨被綠營施壓 那你應該勇敢的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啊 怎麼今天就默不作聲就躲起來呢 這個衛冕太不符合你平常的這個形象了吧 或者是 或者是 這個根本他他就是承認了他就是民進黨的側翼嘛 所以民進黨叫他講話的時候他就講話 民進黨叫他廢的時候他就廢 民進黨閉嘴的時候他就閉嘴嘛 是這個樣子嗎 那個我要問你們要去問周一寇 民進黨有沒有施壓這個要去問周一寇嘛 但是我們從周一寇開始神印起來開始躲起來 那是表示他是被施壓嗎 那如果他被施壓就不敢站出來講話 平常站出來講話表示你是一個什麼都敢講 什麼都嗆辣的這個媒體人 你又怎麼樣來自圓其說呢 所以他到底是被施壓 還是根本就自己就是很鬧嘛 就是講不出來就是覺得反正 或者他就是打手 做事他就是民進黨的打手 民進黨叫你廢的時候你就廢 民進黨叫你不要講話的時候你就不要講話 那只有這幾個可能嘛 那我也不能評斷是哪一個人 就請問周小姐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他的蛋白質呢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